我们看一下这段铁路 都是杂草 我们到那个房间去看一下 看上面写着 闲人免禁 车来探险的一向都是进这种不让进的地方 这个有可能原先是个办公的地方 这边是挖了一个洞 这边原先挖这个洞是走管道还是走什么的 这个房间 有可能是个设备机房 上面写着 机械负责人 于课程 完好设备 所以应该就是一个 存放重要机械的一个房间 所以它外面还会写着闲人免禁 这一片的杂草就更加的茂盛 这边这个墙都已经锻炼开了 这种还是要很小心的 注意安全 地面有很多的枯枝 然后房间里面也是一片狼藉 这边地面有很多的 像是杀石料之类的东西 这是鞋子 短靴 应该是他们这边就工作专用的这种靴子 这里还有非常多 球鞋 这个墙面已经非常的斑驳了 这里有个小房间 放着很多很好的稻草 外面还有个小院子 上面写着火炉使用合格证 不太清楚 它这个火炉指的是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指的是锅炉 还是说其他用于生产的火炉 有没有人了解这方面的 可以评论区里告诉我一下 这里还有安全盔 这边有点老式的这种塑料的安全盔 这里还有很多的衣物 毛衣 还有个枕头 应该是地砖 原先可能上面放了一些物品 拿着一些地砖在底下垫了一下 我们接着往后看 它这个墙面上不太清楚这个是干什么的 有人能看得出来吗 这应该是原先固定这个院子的小门的那个 追逐结构 你看那个阳光还挺好的 这边还有几个平方 和刚才那几个建筑年代应该差不多 这些矮墙都已经坍塌掉了 应该说在原先盖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盖得很结实 一个小院子 从这个进房间的这个水泥铺 还是能看到一些年代感的 房间里面 但是地上有很多杂物 依旧是很多的鞋子 同搜人员的帽子和一些衣物 一个木头做的 但是我不太能看得出来这个小盒子 原先是干什么的 很像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做东西的那种风格 有一个像是个油桶 还有雨鞋 凉席 基本上还是以生活用品之多 所以很可能这边原先是一个类似于宿舍的地方 看看这间 这间应该就是个卧室了 因为墙上贴了很多报纸 这是长期以来出来做探险总结出来的经验 就是如果这个墙上是贴了很多报纸 纸板或者是挂着布之类的 通常情况下都会是卧室 这下面是2001年8月6号北京青年报 19年前这个历史还是有点久了 这个隔出来的这一间会稍稍有点意思 因为它这是个坡顶 在它上面并没有隔住 只是底下打了一堵墙 我来先去看一下 也就是早先的这种装修风格 这个白墙面通常会底下会刷绿漆 墙上还是贴了一些报纸 海报叶之类的 很像老式的梦和仓库 很早先的这种工作的面前 特别老式的那个门面前 它是现状的 这边会打两个桶 然后中间有什么都会连起来的 这样子的门已经被拆掉了 但是也是不常见的情况 经常的东西通常都是在拆掉的 这样子都是很大 上面是房子 有可能当初是一些主动在这里 然后几棵树 那边面通常都很重 这应该是个采房 或者是市场那些家庭的屋子 我们先去看一下 这边是很矮的墙 这上面是用木板做了一些通风的处理 这边这边墙也是 所以主播这个顶上已经塌了一些了 这非常有很多的霉 所以这个房间原先可能就是用来取放霉的 大家看一下这边 好多的杂物 这明显是个微房 这个墙图已经断裂了非常大的一块 这就有这种很老式的面图柜子 你看看这里面这个房间 这屋里面漏了很多 没有太特别了 没有遗留下什么意思 这个角落里头堆了非常多的杂物 有可能在这个小院里头 曾经住的这边是个孩子 我们看一下这里还有个小房间 房顶破损的很严重 一个很小的房间 应该就是临时搭建出来的 没有做得很细致 地上依旧是有很多的这种安全窥 这里还有一个 毕竟旁边是煤矿 所以住在这里的居民 应该都是在矿上进行工作的人 这种外墙围的公司的住宅上其实不是很常见 但是比方说在那种比如说桥 或者那个堤坝 那种设施从镇到这种外墙围的处理会比较常见一些 应该说这个外墙围的处理也非常能够提升出它的年代感 这里就是这条铁轨尽头的房间了 我们先去看一下 这个地面都已经破损的比较严重了 包括这个台阶的表面很多地方都已经裂开了 谢谢负责人安顺利 这个还好啊 这个密度门还在 里面没有遗留下什么太多的物件 这个房间的两侧的地面都很多的就是破损的痕迹 应该是原先是有一些机械设施在这里 然后就拆掉 很破损的还比较严重 看一下这上面这个展板上写的什么 脚车司机安全操作规程 原本安放在这里的这个机械设施 应该和这个列车的牵引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这个墙上是有个洞 然后正对的是前面的铁路 这个房间里头刚好是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洞 对应的也是这个房间外面的两条铁轨 这种房间里的有关系 就是这种房间的很小兴奋 也不知道 那边也不知道